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小七 現在我們來看到2020年6月份 台灣汽車市場的銷售數字 先跟各位抱歉的是因為 這個月事情稍微多一點 所以這個有點延遲 但是這個就希望大家海涵 在這個月份台灣汽車市場 總銷售的掛牌數 總共賣出了41,386台的汽車 跟去年6月份相較 其實還是成長的 雖然現在還是在疫情當中 但是隨著疫情的逐步解封 跟去年2019年6月份相比 今年的6月份 做到了去年6月份的108.2% 所以可以說是一個相當顯著的成長 相當令人振奮 跟上月比當然也大幅成長了23.4% 這也是很大的一個成長 那針對十大品牌我們來看 第一名原來是Toyota 第二名原來是中華跟Mitsubishi 第三名是Honda 第四名是Nissan加Infinity 第五名是Lazos 第六名是賓士 不論是Benz或者是AMG的品牌 加起來是第六名 第七名是Full 第八名是B&W 第九名是Masta 第十名是Volcewagen 那這一些品牌的話 我們大概來看一下 幾乎全部和去年比 都是呈現成長的態勢 那當然成長率有高有低 那和去年的6月份相比 成長最多的是Lazos 它成長了33.4% 算是表現非常傑出的一個品牌 那Toyota的部分表現也不錯 跟去年6月相比的話 成長了17.3% 那Masta的話 跟去年6月相比 也成長了23.4% 這三個品牌 算是和去年6月份相比 成長率算是最突出的品牌 那當然也有和去年6月相比 比較遜色的 包含了Volcewagen 只做到了去年6月的91.8% 那Mercedes-Man 整個品牌加起來的話 只做到了去年6月的95.3% 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那Honda的話大概維持平盤 和Nissan加Infinity 還有BMW 大概都是維持平盤的 那在跟上月相比的話 幾乎就全部都是正成長了 只有Volcewagen大概做到平盤 其他的話都是和上月呈現正成長的 那其中上個月成長率最高的是Masta 成長了53.3% 那像Honda的話也成長了44.8% 這也是表現非常不錯的 接下來我們來西部 來看每一個品牌 那在看每一個品牌之前 先跟大家重點報告一個事情 就是整個市場來看的話 市場是回溫的 那6月份表現突破了4萬台 可以說表現非常的好 特別是在全球的疫情 還是在非常嚴峻的狀況之下 台灣車是有這樣的表現 我想應該是相當不錯的 那再來幾個新車型 特別是Ford Kuga 6月份上市第一個月 其實它交車的時間大概只有10天左右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呢 它就攪出了不錯的消費成績 可見這台車真的非常的熱門 那再來就是進口車部分 Lazers的單月銷售突破了新高 其中以UX和NX最受歡迎 那幾個休旅車 它休旅車的三大台主 UX、NX還有RX 非常亮眼的表現 好接下來我們一個品牌評分析 在國產車的國瑞加上進口的TOYOTA部分 和去年相比的話 它成長了17.3% 表現算是還不錯 那當然呢 本月在6月份銷售最好的 已經不是Altis了 現在是進口的Raffle 這台中型的SUV 那和去年6月相比的話 它做到了去年6月的188.8% 所以呢 換算成絕對數字的話 是3800台 接近4000台 單月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驚人的銷售數字 即便在6月份 FORG推出了KUGA 還有CRV很強的促銷之下 它還能維持這麼高的成長率 所以這台車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那再來銷售第二 在TOYOTA集團裡面 看起來是Altis Altis賣到了大概3000台 和去年的6月相比的話 它是維持平盤左右 那這個表現是 還算有守住 那令人比較意外的是Sienta 這一台車可以說是老來翹 剛開始上市的時候 好像不是那麼突出 但現在不但越來越平穩 而且在今年6月份的時候 和去年6月相比 它做到去年6月的136.7% 也賣出了超過1300台在單月 所以說表現也是相當的令人刮目相看的 那當然Yaris跟Vios都是呈現下跌的狀況 那也是說明了小型車整個市場都在萎縮 那國產的Camry應該已經快要接近尾聲了 所以只有去年6月的大概五成左右 那這個是大概TOYOTA的一個狀況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中華加米茲必須的狀況 那跟去年同一相較的話 維持平盤 小幅成長2.2% 那在車型方面我們來看 Verica這一部中華的主力車型 在6月份銷售了1424台 看去年6月同一相比的話 大概做到九成 大概有一成的衰退 這個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但是反觀另外一個台柱 德利卡 德利卡這個長新數呢 跟去年6月相比的話做到160.3% 那時候成長就非常的驚人 那大概也賣出了超過900台 算是還不錯 Zinger的話是維持平盤 大概其實跟去年同一相較有成長大概一成 所以也賣出了將近800台 其實表現也還算不錯 那特別值得注意的是Copras這台車 雖然它推出很久了 但是現在因為金恩對手陸區的推出市場 同時呢它也將這個產品摊提了之後的成本 陸續以折價的方式回饋給了消費者 所以在6月份賣出了將近600台 和去年同一相較的話成長了45.5% 這算是非常好的一個成長率 所以這台車令人相當寡目相看 但是其他的車款除了說Lancer維持平盤之外 Outlander大概是競爭對手都非常的強 所以看去年同一相較 只有大概7.5%左右的銷售量 那Eucalypse Cross的話 也是大概只有維持不到九成 這個休旅車方面要加把勁喔 這個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但整個品牌來看的話是維持平盤道 那再來我們來看Honda 台灣本田的部分 台灣本田和去年的6月相較的話 是剛好100.2% 是維持著一個沒有表現好也沒有表現不好 那車種來看的話 CRV和去年的相較大概是100% 但是它賣出了1700台超過 這也就是回到它當初的實力了 所以在勁敵強勢的狀況之下 CRV的表現我覺得在近期很大折扣的促銷方面 我認為幫了不少忙 那當然緊接著它的小改馬上要上了 能不能維持它的實力 這個我覺得後續值得觀察 但就這個月來看的話 是表現非常好的 那HRV的話也是它本月銷售了868台 和去年同一相比的話 逆勢成長了超過一成 在這個產品比較弱勢的狀況之下 我覺得這也是很令人意外的 而且對於銷售端 我覺得也是要有很高的鼓勵 因為銷售的同仁和經銷售 確實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那Other CTI進口車的話 本月份也是 但去年同一相較的話 成長了18.6% 也算相當不錯 但是兩台小車FIT跟CT的話 就都是呈現下跌的趨勢 而且不約而同的 大概只做到去年6月的7.5%左右而已 這個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接下來我們來看 Nissan 泛尼桑的集團 大概跟HONDA是維持相同的 大概和去年6月來比是 維持持平的 做到去年6月的103.5% 大概是小幅度的成長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圖表 大部分的車和去年同期相較 都是成長的態勢 特別幾個比較突出的 X-Trail X-Trail 在6月份賣出了428台 絕對數量看起來不多 但是和去年同期相較的話 成長了47.1% 將近五成了 在這個強敵環似的狀況之下 有這樣的成績 我認為這個銷售端 和上個月曾經講過它的產品 去重新編成了之後 讓它這個 佔到了一塊市場 就是比較平價的這個市場 其實表現算是還不錯的 那KISS的話維持平盤 大概還是1600台的成績 也算是還不錯的 但是KISS跟X-Trail 其實在6月份開始 它的籌碼都丟得還蠻重的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好的策略 怎麼說呢 我們都知道下半年 和泰會推出 以Artis為基礎的 Corolla Cross這一部車 這個我想應該會對KISS影響非常大 與其在對手來了之後再對應 不如提早對應 把該收的單都先收起來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策略 再來我們來看 其他的車包括Tita、Livina 甚至Centra都有成長 證明說6月份其實預置 它的整個銷售端的策略 對應是對的 這個和去年同一相比 成長表現都是好的 那當然Infinit的話 上個月有說明過了 它的賓士系統的產品線 逐漸停產之後呢 現在的確是面臨比較困難的狀況 但是QS50在上個月 和去年同一相較的話 也是成長的 賣出了近百台 我覺得成績也是相當不錯的 那再來我們來看Lasus Lasus的表現是非常非常好的 跟去年同一相較 有超過三成的成長 這成長率非常非常大 特別它是一個豪華品牌 那我們可以看到圖表 除了IS車系 因為產品壽命末期是衰退之外 其他幾乎都是成長的 那成長表現最好的是 RX這一部老將 那其實因為它產品壽命已經末期了 所以折扣非常的大 那在6月份交出了 接近450台 以一部超過200萬均價的車來說的話 表現算是不錯的 那絕對數量差不多的是US 它的成長也有接近了三成 而NX也是不錯的 也將近950台 哇這個車能夠賣950台 我相信比大多數的中型SUV 無論是平價或是進口都還多了 這個表現真的相當不錯 那LM的話是近成長 平約是掛牌了138台 絕對數字不多 但是對品牌的挹注很大 所以在整個Lacers品牌表現 跟去年同意相比的話 是成長了超過三成 這也是這個月表現最突出的品牌之一 再來我們來看賓士 賓士跟去年同意相較 小幅度的衰退 只做到去年同期的大概9成5左右而已 看似平盤 但是在所有品牌裡面表現是衰退的 這個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圖表上面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GLE 它是和去年同意相較有接近超過80% 八成的成長 這是很大的 但是因為它絕對數量比較少 283台 所以對品牌的挹注感覺沒有那麼大 那反觀是C-Class C-Class一向是賓士的主力 但是6月份只賣了大概460台左右 所以跟去年同意相比只有八成的量 這對品牌的成長率來講 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警訊 那當然現在它也是在說明末期 而且加上水貨車它的主力 現在逐漸在轉移 所以這個不令人意外 但是GLC這一部 它另一部主力來看的話 跟去年6月相比的話 是稍微成長一些 成長6.2% 還是維持了超過900台的數量 但是呢 這個動能好像沒有以往這麼大了 那再加上它的房車車系 大概是全面都是衰退的 所以整個賓士的品牌看起來 成長率沒有像其他品牌這麼高 當然後續它今年還有很多的產品要上 比如說GLA、GLB 我相信今年整年度的 銷售率還是大家可以期望的 表現模樣應該不會太弱 那再來我們來看Ford 福特六和這品牌 跟去年同期相較的話 是做到了108.8% 接近大概差不多一成左右的成長 那看圖表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Focus6月份銷售了878台 沒有破千了 只做到了去年同期的大概7成7 這個當然有原因 就是因為它現在疫情的影響 目前接單雖然很多 但是大家上論壇看 還是可以發現很多車主都還在後車 為什麼呢? 因為疫情關係 歐洲的倒料非常的少 所以能交的車非常的有限 所以大概在撐了兩三個月之後 在6月份還是車都交乾了 確實擠不出那麼多料 所以這個讓福特的整個 品牌的成長率看起來好像沒有特別亮眼 但是它還是維持了一個成長的態勢 這個Focus是主要原因 接下來我們來看另外一台 是KUGA KUGA全新大改款上市第一個月 其實交車不到10天 大概月末10天左右而已 交出了超過909台 和去年同期相較的話 是成長非常非常多 做到去年同期的261.2% 相當不錯 但這裡面有一些舊款車的數字 那在接下來7月份 我想就是一個完整的月份 大家就可以來檢驗 它是否破千台 聽說我們Handy老爹要請雞排 那我想它應該請訂了 這個大家要密切關注 我們的C-Car Handy老爹的頻道 到底會在那裡發雞排 到時候我想我去幫它忙好了 大家來啟發 好 那在進口車方面 也都是成長的態勢 那Mondeo的話 雖然只有37台 但是按去年同期相較 217.6% 不錯喔 證明雖然現在KUGA上市 大焦點都在KUGA 但是還是有一些交費者 在買Mondeo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BMW 跟去年同期相比 大概是維持一個平盤 小幅度的成長 那圖表看起來比較複雜 新車的話 在X3的部分呢 是225台 跟去年成長大概6.6% 但是三系列的話 雖然也賣超過了200台 但是只做到去年的7x8 比較可惜 那X5的話是167台 是呈現成長的態勢 這個X6 這個維持成長已經很久了 不知道為什麼最近X6 這一代之後賣得這麼好 這個 雖然絕對數量不多 但是你看 幾乎已經跟X5 X5是評分秋色了 而且維持了好幾個月了 所以說明是不錯的 其他的車系 除了7系列 61台大幅成長之外 大概都是呈現衰退的 所以靠幾台明星的修旅車型產品 撐起來的量 大概再加上房車 還有一些舊產品衰退的量 大概維持 B&T上這個平盤 和去年相較的是 平盤小幅度成長 那再接下來我們來看Mazda 和去年相比的話 成長了超過兩成 表現也算很不錯的 但是圖表上面我們可以看到 主要維持成長的動力 來自於Mazda 3這台車 不管是四門或五門 特別是四門 有大幅度的成長 那CX30的話 是完全近成長 在六月份交出超過300台 那CX5的話 480來維持大概平盤 所以雖然說CX3和CX9 是下跌的狀況 但是整個品牌來看的話 表現的成長率 還算蠻不錯的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到Volkswagen 最後的Volkswagen 第10名的Volkswagen 和去年同期六月來比的話 只做到了大概 超過九成一點點 主要的衰退來自於哪裡呢 來自於它車系的全面衰退 幾乎都是衰退的 成長的車子 大概就表現最好的是阿瑪ROKE 但是它絕對數量就28台 所以雖然說跟去年同一相比 成長超過兩成 但實際上補不到整個品牌的量 那在TGRAM的部分的話 還是品牌銷售主力 大概470台左右 大概和去年同一相比的話 大概是維持平盤小幅度的成長 做到去年同期的104.4% 所以對品牌的量的依注來講 雖然有 但是品牌的整個 MARTIN SHARE的話 應該是沒有太大的注意 這個是比較可惜的 當然TCROSS還是近成長的 但是它也只有做到大概118台 所以比較可惜 我想Volkswagen這個品牌 如果再盡快的導入新車的話 因為今年還是有新車 應該是小型的SUV 而且是比較個性化的 那在TCROSS這個市場 其實現在小型SUV跟Crossover 也非常的熱門 如果再加一把鏡 再加上有兄弟車T-ROCK進來的話 我想Volkswagen這個品牌 在今年還是可以維持的 那當然新車要趕快進來 加速太久換新的速度 這個我想會對品牌是更有幫助的 好 那以上就是針對2020年6月 台灣汽車市場掛牌數的分析 重點分析 當然必須提醒大家的是 詳細的每一個車款 甚至我們分的車型非常細 我想這個如果對市場有研究的人 應該會對我們車型分類的方式 會覺得非常的受用 非常的實用 那當然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底下說明的部分有連結 大家可以直接點連結 就可以連到我們的網站 裡面有非常詳細的數字 以上的消費數字 提供給大家參考 我們下個月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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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